今天咱们这个话题是扎老师给起的 扎老师觉得这是个什么话题 说有篇文章的题目叫 那个叫鲁迅的终于从教科书里消失了 我其实这是这么来的 就是我的一个北大的一个微信群里边 给我传过来 好像是英达传过来的这么一个 一个段子不是段子 就是这个消息就说消失了 然后我就把这个传给王老师了 王老师马上就很有反应 就说的其实这个话题是很可以聊一聊的 所以我就把这个意见提给您了 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现在咱们就坐在这要聊这件事 首先咱们咱们得证实一下 鲁迅从教科书里消失了 我绝对不信 是吗 没有完全消失 我后来也问了一下 是不是减少了 减少了 就原来的比如说有很多篇中小学生都要读的 现在那个减少了 就实际情况是减少了 而不是完全消失 这个现在你看 说据了解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 鲁迅作品就被系统性的介绍中小学生课本 其中腾野先生为了忘却的纪念 设系纪念刘和真君等十多篇小说杂文 成了以后各时期各个版本的保留篇幕 这个后来随着时事的这个改革变革浮沉 这个语文课本几次大修小补 可是鲁迅作品始终窥然不动 但是呢好像是近些年逐渐在减少 减少这个数量 而且呢有人说 就是那种批判色彩很强的东西减少了 带之而起的呢 可能是一些内容上比较温情的一些散文 比如说什么三味书五百草原 什么的 我这么想象啊 我并没有看到底留下的甚至一篇 这个什么呀 其实不是49年以后鲁迅才进入的语文课本 我这个是1945年到1948年我上的初中 我在国民政府的时候 那个时候初中里头鲁迅的乐民也不是很少 比如说滕野先生 这我看过秋叶我看过 秋叶就是这个野草里头的秋叶 我到现在还记得什么我的院 门前那是院子有两棵树 一棵是早树 还有一棵还是早树 这个我也特别喜欢好的故事 就这都是这个野草上的 杂文也有 不太多 但是那个就是散文室特别多 那时候其实就有 那您小的时候算是解放前了 解放前就是我说国民领导 那那个时候 国民党领导的 那个时候鲁迅是个什么位置呢 就是伟大作家 当然也是伟大作家 那当时国民党的这个 当然大作家 但是当时国民党这个官方是怎么 那我就不知道 我跟国民党官方没啥联系 但是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很重要的作家 没有人否认他是一个重要的作家 是重要的作家之一 之一 对对对 可能就是到解放以后 就是四五年以后 比如说胡适的 我这个 那时候上的不叫 不叫语文 叫国文 在小学的时候叫国语 一进入中学叫国文 国文里头 那当然有鲁迅的文章 也有胡适的文章 也有冰心的文章 也有卢尹的文章 也有徐志摩的诗 也有孙中山的文章 也有蒋中正的文章 也有朱之信的文章 所以这个 这些东西我那时候是知道 那时候我觉得鲁迅的地位 也是很高的 但是他没有那个政治上的 就是后来 毛泽东在 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的吧 提到什么鲁迅 什么几个罪 是什么最正确 最坚决 最勇敢 最什么 是四个罪 是多少个罪 那个时候 没到这个程度 就是他变成了 后来四九年以后 亲定的 有点这个感觉 的大作家 唯一最大的作家 除了毛马恩列斯之外 好像我印象里 最大的作家 就是鲁迅了吧 冰心 您刚才比如说 您说您小时民国 那一串作家 好像就剩下还有冰心 比如 这是小读者 什么 但是别的 我感觉 都有 巴金这些叫什么 这都有 老手 叫什么 他们叫什么 研究 反正许子东 最知道这个 鲁锅毛 巴老曹 对 这些有 对 鲁打头 他还是最大的 其他的像胡适 这些什么 包括徐世摩 什么这些 好像都没有 解放以后 就没了 少了 对 现在又有 但是您 我就是好奇 您对这个 就是说挺有 反应的 感觉 我觉得您觉得 这个变化 可以聊一聊 就是您的 角度是什么 您的想法 它消失了 我觉得咱们可以 回顾一下 鲁迅在中国的 这个命运 是不是 对 鲁迅的本来就是一个 很成功的一个 小说家 这个 在49年以后 我印象很深的 有一条 就是不管 批谁 都可以从鲁迅那 找着一些参照物 胡适 徐志摩 后来消失 他都批过 他都批过 他很不行 最后 最后 最后了 批张真乔 鲁迅那 也有根据 也批过 虽然他没 对对 我记得 我记得 好像 很小的 批过 姚文元的爹 什么的 对 姚蓬子 姚蓬子 批丁玲 你批谁 都能从鲁迅那 找的根据 是不是鲁迅这人 当时他没一个人 他没骂过的 反正我觉得 他骂的够多的 当然其实你想想 骂的都是 其他的文人 和国民性 就是小老百姓 就阿Q这类的 他骂过真的 就是大官吗 国民政府大官 我想不起来 而且我回头想 我有一个印象 很有印象很深的 在大约十年前 我看到过一篇文章 就讲的是 叫北洋时期的鲁迅 就讲了鲁迅这个人 那是他的前妻 他在辛亥革命的第二年 就是蔡元培叫他去 请他去当 教育部当 他就去了 蔡元培没几个月 就叫总长就走了 结果鲁迅在那个位置上 坐了十几年 一直到北洋政府 倒台的前一年 到二十六年 他才到了厦门 这期间他的文章 其实没有那么 除了一个用 就是鲁迅笔名发表的 这个狂人日记 那很激烈 但是教育部没人知道 周树人就是鲁迅 只有新青年的那些编辑知道 其实他是很低调 很做人 很世故 很有城府的这么一个人 我觉得他也可以说 就是说 他那个批判家的风采 真的在后半期 是特别明显 前半期 他政府公务员嘛 我们后来看到的 这个完全是 就是硬骨头批判 什么高官权势 批判家的鲁迅 其实是一个 非常简化的一个版本 他实际上是一个 因为他有个那个小 什么从小康 什么堕入 就是因为实际上 因为他祖父行贿了 贿赂好官 他们家一下的衰落了 看了事态炎良之后 他心里很 我觉得很郁闷 而且很知道 这个金钱的重要 就是他要有一个 像样的生活 所以他并不是那种 没有算计的批判 鲁迅代表这个激进主义吗 这个文化激进主义 他这个是不是代表激进主义 我也回答不上来 但是他批判的呀 比较深 也比较尖锐 我这个 小时候啊 其实我很爱读鲁迅 我就觉得他感情那么深 埋的那么深 藏的那么深 而且让你感觉到 现在说稍微酸一点了 就他有一种灵魂的痛苦 是是是 你觉得他是 他是从内心里的 他苦 所以我看别人呢 我就 就没有这种感受 尽管他非常热情 譬如说看巴金 他像火一样不停的 在那 在那 简直就跟烧啊 在那玩命一样的 在那写作 用生命在那呼喊 但是他没有那么深 你看谢明信的 当然更不可能有这种感觉 这个是 还有呢 就是 现在 就是那个所谓知青那一代 作家里头 有几个呀 现在仍然非常的尊崇鲁迅 他们谈鲁迅的时候 都不谈名字 就谈先生 对 尊重到这地步 是是是 就民国会都不提的 对 比如说张成志 比如说李锐 山西那小李锐 他们都是说先生怎么样怎么样 而且你觉得还是一个高大的 就像一个雕像一样的在那干嘛 但是 这个 我也 这是私下里的了 也听到那些议论呢 就是说 从鲁迅开始吧 使得咱们这个文风上 有时候就是 就那个 就是 斗争性推强一点 怎么话 怎么恶 怎么说 对 怎么戏 怎么读 怎么说 对 就是有这一面 有利器 因为你看中国古人的文章啊 你没怎么看见过这个 对 不是这样 即使就是与 与山剧园绝交书吧 对 或者是干嘛的书吧 他 他还要有一种风雅 或者什么等等 我觉得会是不是有一个 一个是鲁迅自己的身世 就是那么不幸 他从那家里 就从小就看着他爸就生病 他就倒霉 他爷爷就关在监狱里 然后他自己婚姻 就跟朱安又是这么一个 完全没有爱情的这么一个婚姻 然后他又是孝子 又得就是说 留着这个 妈妈给他的礼物所谓的 所以他特别不幸 再一个呢 就是说他这种不幸的表达的风格呢 又特别的绍兴 我就觉得南方式的 就那种老下眉雨啊 什么吃那种没牵扯的那种地方 都是很弯曲 他又是一个细致的人 对吧 他的表达方式 就是说 一个是您说的那个两条 我都很同意 一个是他批判 他可能很深 再一个是感情特别浓 就是特别重 浓郁 浓郁 浓郁到了一种 您说的这种 就是说完全 你不能不是讲理 它是一个感情的问题 而且这感情到了一种激烈的 我完全觉得他是代表这种激进的文风 他都不是说 他也不是 他反专制 但是他也不是民主 比如说 他 他是 甚至激烈到 他是无政府主义 其实他早期是佩服 无政府主义的 他的思想的根源 佩服你采什么 这种超人的批判的 都是小人物 我是这么说 但是咱们说回来 就是说他这个风格 我觉得是 有一种特别的南方味 就这种很那个 又有点 那个尖酸刻薄吧 是又有点那种 就是又很有文化 你知道 所以他那个 你要解析他吧 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不能说把他就给 就说他 全部批判的都对 或者都错 他不这么简单 民生无小事 正是你我关心的话题 一起微笑着进步 发挥民意 监察正能量 民生银行信用卡 社会正能量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台 我家自从换了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 安全 舒适 同时洗澡 洗碗 洗菜 热水都不断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 也会说好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无极之水 会软酒精 年份软浆 五井共酒 妇科炎症一反复 怎么办 找卫太医啊 卫太医牌 盆盐浸胶囊 专业解决 小腹痛 腰酸冷 白带多 一反复 妇科炎症 防反复 就用卫太医牌 盆盐浸胶囊 我好想去操烟玩 我上次看见有个前里群教授的演讲 他讲鲁迅 他是说我们应该重视鲁迅 他说但是重视鲁迅呢 绝不是说鲁迅是棋手 是导师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他说绝对不是这样 他说相反 他觉得鲁迅有一种啊 怀疑一切的精神 甚至连他自己的选择也怀疑 他认为我们应该多听鲁迅聊聊这个 这个是鲁迅呢 最有特色的地方 也是比较伟大的地方 因为鲁迅是赞成 是拥护中国的这个革命的 但是在那个时期的所有的拥护革命的作家里头 没有一个人像鲁迅话说的那么清醒 他说呀 真正有革命的时候就没有文学了 革命文学大兴其道的时候 是还没有革命的时候 还有一个他说 革命的文学是轰不走孙传芳的 革命的大炮 这才能轰走孙传芳 还有他说 你们这些搞革命的文学的人呢 千万不要以为革命一胜利 革命的胜利者会拿面包和黄油 这个我就觉得特别逗 他没说拿馒头兽头 他挺西话 他西话 我觉得不是是苏话 他对苏俄的向往 那是那一代人 包括胡适早期也是 还包括他跟日本的关系 要不说他复杂 每一个里边线头都不那么简单 我还一直听过一些传说 就是说他跟共产党的关系 这传说分几类 有一种呢 就是说他拿共产党的钱 就拿过这个延安的这个钱 然后还有一种传说呢 就是说他曾经想加入共产党 甚至还有一种传说 就说他根本就是地下党员 这不太像 我也不敢说别的 我只觉得说不太像 因为他对这个组织啊 对这些东西 他不是那么特别 特别认同的 你想想他和那个 左连的这个时期的和那些 地下党的那个 那些党员的关系 都不是太好啊 所谓四条汉子 就是地下党 而且他公开在杂文里边 回应这一说嘛 他就说有人 老有人说我是拿卢布的 我可以在这讲 没有拿卢布 包括他说的 我忘了是一个什么杂文里面文章 他就说那文章说到最后 又是讽刺挖苦了一堆人之后 然后引了一个俄国人的话 一个俄国的不知是什么人 最后他就是 好像是批中医的吧 好像就说这个俄国的 一个医学家说了什么话 然后最后之后他说 我虽然引的是一个又要 但是我没说他的卢布啊 因为他已经早就疾病死了 现在呢 所以那个剑英的那个段子 不是段子 就是那个短信 或者微信 引起我的兴趣呢 还都不在这些 因为我们也不是 研究鲁迅的人多了 在于哪呢 就是有些人期待着 今天呢 要有今天的鲁迅 我怎么觉得这个想法 不是很现实 因为这个鲁迅那种现象 是一种 所以说是革命前的 这个 革命前的文学现象 那个时候文学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他喜笑怒骂 全都在客观上 支持着革命 煽动着革命 动员着革命 你比如说 你骂这个商家不好 他也代号召革命 你骂官员不好 更是号召革命 你骂这个社会风气不好 骂学校不好 骂工厂不好 那都是在号召这个 他骂传统不好 干脆就是全 就是整个专门传统 就是俩字 就吃人 吃人 改变就学会 改变就学会 埋葬就学会 所以我觉得 这不是不现实 都有点可怕 就是说永远在呼唤一个 你想象中的一个 全新的美好的一个新时代 他改造国民性 你要想想 就都有纳粹的感觉 你什么人 你能改造一个国民的性格 咱们也不说 有没有国民性这件事 就算有 就是说中国在鲁迅的笔下 国民性就全是 所有世界上最肮脏 是集中在一起 因为他自己老先生自己说 我向来不但以 不但以最坏的地图 去推测中国人 对 所以中国人是最恶心 最肮脏 最卑鄙 最奴性的一群人 我们要改造他 你想这什么口气 这纳粹的口气 就要文化改造的工程 这可怕吧 包括这个说法 这个说法 现在很多人还引用 我就是这个说法 就是说 中国的历史呢 就是 其实就两个朝代 一个是呢 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 一个是 欲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 如果要是把历史啊 叫这样的来总结 来勾画的话 这个 这个也没法办 对吧 尤其是我说是作家 一个时代 和一个地方 而且是每一个人都不同 作家是因为个体之意而异的 就是同一个时代 鲁迅说 鲁郭毛巴老曹 这鲁跟郭 毛巴老曹 跟哪个都不一样啊 他不可能一样 反过来说 老也是跟哪个都不一样 你就是 谁能学谁呀 说今天的鲁迅 今天除了一个哥们写文章 完全是鲁迅的那个调子 你觉得 能够 不对 对路吗 怎么老觉得那种要求 有今天的鲁迅的这个 这个说法啊 有点 有点不知道这个思路 是从哪来的 那你觉得鲁迅比那个 郭毛巴老曹伟大吗 各个的伟大吧 只能这么说 但是 比较起来 我还是这句话 你说文章写的最深 灵魂的痛苦 表达的最浓郁的 那当然是鲁迅 咱们先取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喜欢笑 这不仅是对自己的犒赏 也是给别人最好的礼物 清香典雅 清花粉酒 味精用了一百年了 现在我们有了健康味精 太太乐 舒芝仙 以新鲜蔬菜提取 和味精用法一样 味道更鲜美了 健康味精 就是太太乐 舒芝仙 喜花 欢迎喜马拉雅 喜花 勇闯天雅 您说这个 我还见着 有拿鲁迅批评您的呢 你知道吗 就是说呀 鲁迅代表着一种啊 照今天咱们讲 舆论监督 对吧 你就是他代表着 不顺从 不服从 但是呢 另外的一方面 难道我们应该提倡那些个 服从的 什么忍耐的 跟包括跟这个官府啊 这个这个协作的 难道我们应该张扬那个价值吗 会和我们还是应该像鲁迅这样 这就叫 批判社会 非白即黑 非此即彼的简化思维 我刚才最开始说的鲁迅本身就不是这么一人 我说他前十几年在北洋政府他就是合作的 不仅合作 他完全是体制内的 触及官员 文化作官员 做得很好 头儿走了 他都跟着 就升级 从科员升到科长 一直是配合的 你知道 而且呢 就是说你给他罢官 他还告 他信那个体制 他是人 我没有谴责的意思 我觉得是很可理解 但是我们不要神话他 说他一直是不妥协的 对抗的 一直跟北洋政府对着干 他不是这么一个 一直是晾肌肉的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我刚才说了鲁迅呢 他是一种前革命的文学 这个前革命的文学和后革命的文学 有很大的差别 因为你在一场大革命之后啊 你说 他还完全是 就是说 推翻了反革命的政权 再接着推翻革命的政权 推翻完了革命的政权 再推翻那个 推翻革命政权的那个政权 这个也不是一个正常人的一个思路 还有没有让一个社会 比较正常的发展的可能性 还有没有一个可能性 让老百姓过相对平稳的生活 如果说你永远是苦大仇深 您这一辈子怎么过呀 我也有点怀疑 那不是说美国也有讲那公共知识分子 说你的任务就是永远的反对吗 说社会上需要这个声音 那也很廉价了 要是那么说的话 我也不能够 说是 我没说不应该有鲁迅 这一支这种声音 但是你不要把它变成唯一的 最高的 是这个意思 还有各种 有各种不同的做法 有批判 也有建设 有体制内 也有体制外 这比较坚持 你像老说这个 那个著名的传说 最高的